白润鷹专访 住在秘密基地里的魔方少年 人要善良 但梦想要有点自私 白润鷹六岁开始演戏 累积超过二十部长片 短片作品 但每到一个新的剧组 他还是很怕生 面对陌生人 白润鷹总有一种生疏感 我刚进到 老狐狸这个剧组时 整天都很尴尬 要先满足自己 才能帮助身边的人 这份尴尬在电影 老狐狸中 却呈现完全的反差感 白润鷹所饰演的角色了解 为了替父亲争取买下房子的机会 和剧中老坚俱滑的谢老板打交道 不管是克服恐惧 单独上陌生人的车 气氛和不甘心交融的放声呐喊 都让老狐狸成为没有白润鷹 秀部成立的一个故事 这部片明显表现 善的一方和恶的一方 平常接触过的作品 没有那么明显有两方势力的感觉 白润鷹说道 在老狐狸里的善和恶 分别代表廖介的父亲廖泰来和大房东谢老板 两个极端的形象 廖泰来同情他人 连儿子辛苦谈判来的房子都能忍让 谢老板为力仕途 所有的关系都是建立在金钱和权势考量 在14岁少年白润鷹的世界里 善与恶 好人和坏人 他有一种直觉式的区分 和善良的人相处 内心不会有隐忧 坏人就相反 会有一个忌惮的感觉 会觉得有一个卡住的东西 可能有一个距离感 对白润鷹来说 他当然想当善良的人 但若要牺牲自己 换取别人的幸福快乐 他有些纠结 人都有一些私心 至少是满足自己之后 才去帮助身边的人 不过 与其说是私心 白润鷹不想让给别人的 是他的梦想 巧合的和剧中廖家想的一模一样 买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 家才是每个人独一无二的归属 理想新房 一定要有篮球场 这梦想听起来很大人 但白润鷹却有不同的想法 他觉得人无法选择 出生时居住的环境 但可以借由买房子 找到属于自己的归属 才会有一个家 这个东西只会自己有 别人不会拥有一模一样 每个人都应该要有这样的东西 也才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白润鷹兴奋的分享 他理想中的家不一定要大 小小的家反而温暖 但有个东西是不可缺少的 我已在脑海里面想过很多次 必要的东西就是篮球场 这是我的梦想 他还特别向往有机关的居家设计 只要按个开关 就会出现收藏柜 或是一个按门推开走下楼梯 就有特别的神秘空间 白润鷹小时候喜欢收集家里不要的纸箱 堆积一个秘密基地 他会开窗帮小基地通风 家人也会配合送食物到秘密基地 我觉得在小小的空间 旁边都是自己喜欢的东西 比如公仔等 我会把他们当做一个生命 就觉得不孤单 反而很快乐 这是他通往梦想的中途之战 所有可能发生在自己未来的家 他都先预演过了一遍 演员不谈成功 因为他没有终点 白润鷹是一个可以自己找到生活乐趣的人 他受到同学影响 对魔术方块感到兴趣 看到网路上一篇破解文章 就埋头苦练 还把这个风潮带尽 老狐狸剧组 本来只是自己带了几颗借大家 没想到之后工作人员自己买来玩 还拜他为师 如果你真的很喜欢一件事 或是有好奇心的时候 你会静下来研究它 他自豪地说 现在他解开魔术方块最短的时间记录 已经到达33秒 六岁开始学国术 拍摄 亲爱的房客 学会钢琴 国中加入国乐社 证明他在每一个阶段都渴望学习 希望在未来的演出状态 可以随时准备好 即便他小小年纪就拿下金钟奖 设服观众的哭戏更是盛赞不断 他仍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位成功的演员 我觉得演员好像没有一个终点 但讲成功好像就是一个终点的感觉 演员是必须不断学习 我不知道要到达什么境界才算成功 但我觉得有自己风格的时候 应该就算成功吧 白任音慢慢地说起自己对演员的想法 语气十分坚定 白任音在演戏中最快乐的 就是在片场感受实体或抽象的学习 并交互产生的心意 他举例 在老狐狸一场廖家发廊的戏中 导演不给台词 让大家自由发挥 虽然看起来放松 但每一次拍摄都不一样 导演觉得有好的东西就留下来 下一次再加上去 堆叠起来的成果 让他觉得很好玩 即便最后可能只剩下几个画面 但却是他在戏里最喜欢的部分 拍完后大家聚在一起 拍戏的过程和回忆都回来了 慢熟的白任音笑得很开怀 这或许是他观察人的方式 在自己的秘密基地里 慢思细想后 在热情的伸出友谊的手 采访撰文 许荣荣 责任编辑 朱宇安 合稿编辑 吴小景 声音编辑 黄惠美 感谢TTSMaker技术支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